没错,他就是超穷的弟弟何友军 剑王匆匆热情地伸出手 何友军脸上洋溢着笑容 兴奋地回应道 四松哥,现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何友军说完,郑志刚紧接起江城 这位是新陈的老董江城 何友军闻言伸出手语江城握了握手 并礼貌地问候道 您好,江总 待双方打过招呼后 郑志刚继续解释说 说来也是巧合 今晚吃饭的时候,在饭店遇见他 他今天刚从魔都过来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聊了一下 聊着聊着,就谈到了电竞 然后就谈到你 我说,今晚跟你们一起过来跨年 所以他就一起过来了 听完郑志刚的话 何友军立刻接过话题 笑着说 不好意思,半途加入你们的局 我第一次来京都 多一个朋友多条路 今晚能结识两位哥哥 真让我倍感荣幸 今晚就算我的 庆祝一下,认识两位哥哥 何友军豪爽大方的态度 让在场的人都感觉很舒服 王匆匆目光转向了江城 虽然今天的饭局是王匆匆组的 但江城之前 已经明确表示过今晚由他来请客 剑和友军突然加入 王匆匆笑着说道 不用,今晚还是由我来安排吧 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跨年 郑志刚哈哈一笑 那可不行 今晚在场的人我都认识 肯定得由我来请客呀 看着大家争着要主动买单 江城不在意地摆了摆手 你们别争了 今晚说好由我来安排 我来这里这么久了 放了你好几次鸽子 而且上次你还请我打高尔夫球了 他说的对 多个朋友多条路 这次必须由我来安排 今晚约正志刚过来 江城是知道的 也早就表示今晚由他安排 此时秉着蚊子再小也是肉的姿态 多个人多一分反现 何乐不畏 而且多一个人来参加聚会 意味着更多的消费和更高的反例 见江城没有在意 王匆匆笑着点了点头 那行 今晚就由江城来安排 我们大家都跟着玩得开心些 见王匆匆话语间 一直在捧着江城 新来的何友军心里满是亚异 他以为今天晚上的局的 应该是由王匆匆来主导的 但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刚才他就发现了 见面的时候 郑志刚第一个打招呼并拥抱的人 竟然是江城 而不是王匆匆 这说明江城在这个圈子里 有着比王匆匆更为重要的地位 要知道 在他们这个圈子里 人们之间的互动方式 与普通人的圈子完全不同 尤其是在刚见面的时候 跟谁先打招呼 以及如何打招呼 都有着严格的讲究 这种都是细节 更能直接反映出 彼此之间的关系和地位差异 比如前阵子刷爆网上的一则影片 马云和许佳莹 一起在台下看球 看到一半的时候 有一个老总过来打招呼 恰好马云的站的位置 离他最近 见对方过来 马云原本想伸出手 但是在发现 对方居然绕过字椅 直奔自己身边的许佳莹而去 最后 马云只能快速又尴尬地 立马将手缩了回去 最后自然是 先跟许佳莹握手示好之后 再跟马云握手示好 而马云 非但也没有甩脸色 还笑容满脸地跟对方寒暄 没办法 虽然马云的身家也很高 但是论起商业成就 今年的许佳莹 肯定是稳稳地压他一头 就如同此时 虽然王匆匆 将他领到位置坐下来 但是王匆匆 也并没有坐在中间 而是把他安排在了江城旁边 接着 王匆匆自已 也坐到了江城身旁 尽管现场只有四个人 但江城所坐的位置 显然是C位 而且可以看出 江城对这样的安排 也没有丝毫不适 或别扭之的样子 显然对这种安排 十分地习以为常 看现王匆匆和郑志刚 对江城的态度如此特别 何友军不禁对江城生 出来一丝探究 何友军的出现 使得在场的一众女生们 变得更加兴奋 毕竟 赌城的赌王家族 可谓家喻户晓 无人不知 他和秦坟一样 都来自于赌城 但大家敢直接叫 秦坟为蝶马仔 却不敢如此对待何友军 虽然他的身份 也一直遭到网民们的吐槽 但是 两人的财富和社会地位 却是天壤之别 果不其然 看到一卡周围 坐着这么多大佬 OT的主管 立刻带领住一群人 匆匆赶来 只见他熟练地向王匆匆 打招呼道 王公子 晚上好 王匆匆见状 立刻搂住江城 向他介绍道 老袁 这位是江城 我的城哥 何哥 还有郑哥 见王匆匆开玩笑地 称他们为哥 何友军和郑志刚 也只能无奈地笑了笑 并摇摇头 尽管都是被叫哥 但袁宗还是敏锐地 察觉到了介绍的先后顺序 他立即恭恭敬敬敬地 走到江城身旁说道 江少 何少 郑少 晚上好 非常感谢各位 力领我们OT98 江城接着开口说道 老袁 这里这么多人 来先上 鸡套大神龙上来 见江城开口 就要鸡套大神龙 袁宗立拿着选单膝盖的 跪蹲在江城的身边说道 江少 我们OT的神龙 有三种套装 其中有黄金版 白金版 和钻石版 袁宗话还没说完 江城直接摆了摆手 直接上最贵的 先上石套打底 眼见江城 从鸡套变成具体的石套 袁宗眼中的笑意 直接就快要一位来 酒吧这种地方 原本就是消费未亡的地方 别说是江城这种客户 平时那些销售经理 就算是遇见普通的客户 点个几万块的酒水 都得单膝跪地的介绍 表示尊重 毕竟到酒吧来玩的 不仅是来泡妞 重要的 还是来享受这种 醉生梦死的特权服务的 说是醉生梦死 一点都不夸张 就比如 他们这里点五服务 点五的价格可不低 最低也要五百元一支五 但只要花费一千元 就能欣赏到 那些跳舞女郎的贴身裸舞表演 毫不夸张地说 只要你有给钱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 脱下衣服 贴着你的任何地方起舞 而这些所谓的大神龙 价格更是高达十万块一套 只要每卖出一套 袁宗就能获得五千元的提成 最夸张的是 江城现在一次信典了 十套神龙套 仅仅一个晚上 袁宗就拿到了高达五万的提成 面对这样慷慨的顾客 即使要他双膝跪地 他也心甘情愿 袁宗兴奋地心跳加速 为自己刚才的醒目 狠狠地点个赞 他就知道 这些大卡的消费 总会给自己惊喜 不仅是袁宗 此时连坐在卡座里的一群妹子们 看到江城石兜 露出了一脸潮红的兴奋之意 其中一些胆子较大的妹子 甚至毫不掩饰地 流露出对江城的火热 这些人平时跟着王聪聪吃喝玩乐 也见过不少开神龙套 和黑陶A的场景 对于这重场合早以稀义为常 但今晚的情况却有所不同 突然间来了几个贵公子不说 居然还有如此奢华的 十套神龙套盛宴 原本一众女生们 还在心里纠结住 今晚要主攻他们 四个当中的哪一个 毕竟在场的四个 都是实力强劲的富二代 实在是很难选 但是此时见江城出手如此阔绰 直接豪振百万 再加上江城 又是这里面最帅气的一个 众女立马将心中的天平 都朝着江城这边倾斜过来 王匆匆开口说道 石套 卧槽 江城 这怎么喝 洗澡啊 何友军跟着说道 成哥 牛逼 郑志刚也接着说道 江城 求放过 倒不是江城病 不是故意要装逼 只是今天 他刚好从大爷爷那里 得到了一张美食反线卡 原本就想着回去的时候 找个机会 凑齐一些人吃顿饭的 但是思前想后觉得 这样做有些麻烦 毕竟要找到这么多的人 多过来吃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且 整个百万美食难度实在太大了 而此时 酒吧里的神龙套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随随便便五只黑套A就将近十万块 如果再加上其他酒水和小吃 消费肯定能轻松突破百万 江城点开了美食卡 美食反线卡 宿主组织美食分享局的时候可以使用 该卡将根据最终的结账金额 以及分享的人数来进行暴击反线 最多计算十人 暴击反线倍数一至一百倍 今天不是跨年夜吗 大家一起开心开心 要是喝不完 带会就让这些小姐姐喷着玩 你们说好不好 啊 好害羞啊 您说喷什么 江绍 怎么喷啊 我不会 要不你带会教我一下 江绍 他们不会喷我会哦 带会我们一起喷好不好呀 见一众女生开始嗨了起来 王匆匆摆了白手 打趣地说道 哎哎 你们这群骚娘们 酒还没上呢 就开始喷了 就在园中激动地感激着江城 并且喜笑颜开地说着 赠送的小吃果盘的时候 刚才走到他们后面的沈霜 和江初然走了进来 只见他们从江城他们的卡座路过 往二卡的方向而去 王匆匆看了一眼沈霜 紧接着又看了一下二卡的位置 对着江城说道 刚才我过来的时候 就看见许致呆在二卡了 不过他好像没看见我 这么漂亮的妹子 倒是便宜他了 沈霜和江初然 自然也看见了他们 只见沈霜看了一眼之后 有些后悔地对着江初然说道 卧槽 我有些后悔刚才没答应 王匆匆了 江初然开口道 双姐 这话什么意思 那是周达夫的公司 还有赌王的儿子 虽然都是没机会发展成情侣的 但是认识一下 很有必要 沈霜解释道 话虽这样说 但是沈霜却不敢贸然地上去 只见沈霜一把拉起 江初然朝着二卡走去 而二卡上面 早已经坐满了形形色色的男女 其中 许致也早已坐在那里 此刻 他正搂着一个衣着清凉的美女 随着音乐有节奏地点着头 当沈霜走近时 许致抬起头 向他打了个招呼 然而 当他的目光落在一旁的江初然身上时 眼神瞬间发生了变化 尽管江初然并未露出丝毫肌肤 而且 那清纯的气质与今夜酒吧的氛围 显得格格不入 但是 正是这份清纯和独特的气质 让他在这群人中脱颖而出 对于这些见过大世面的富二代而言 有时候过于火辣 暴露或风骚的装扮并不能真正吸引他们 相反 这样的打扮 往往会让人感到不适 甚至厌恶 反倒是那些清新脱俗 不轻易被沾染的女孩 才成为他们眼中的珍宝 只有那些在家吃惯了家常菜的男人 看现外面 那些坏女孩 才会被吸引住 只见他立马放开了手边的美女 对着沈双说道 沈双 这是 沈双拉着江初然坐到了她的身边 这是我的宿友 江初然 第一次到酒吧 今晚就是带她过来看看 待会还得安全地把她送回宿舍 许致没有把沈双的话放在心上 刚要伸出手 跟江初然他们打招呼的时候 只见全场的聚光灯 突然间打到了一卡的江城的身上 感谢一卡的江少 十套黄金大神龙 OT98全体人员 祝江少 年年长红 听到这句话 江城无奈地看了一眼身旁的王聪聪 与其略带抱怨道 卧槽 我不是说过不要喊吗 你看看 我现在有多尴尬 王聪聪听后 却毫不客气地笑了起来 今天可是跨年啊 热闹一些吗 要是不喊 怎么能有气氛呢 你看 这么一喊 现场的妹子们 多兴奋 看着江城一脸无奈地 用手顶了顶王聪聪 何友军忍不住 哈哈大笑起来 只见他迅速挤到江城的身边 轻易地搂住江城的肩膀 任由聚光灯 打到他的身上 箭台下的美女们 一脸兴奋地朝着他们大叫 何友军甚至还一脸兴奋地 对住大荧幕挥了挥手 笑嘻嘻地对着江城说道 诚哥 我发现 你还挺有趣的 没事 来这里玩 就是要当闲眼包啊 嗨起来 对于何友军 以前江城倒是没怎么关注 只知道 他老婆似乎是个超模 见何友军有意跟自己搞好关系 江城开口问道 你应该还没结婚吧 只见何友军哈哈大笑 突然间标出了一句粤语 卯歪 但系我有重意开人 没有 但是我有喜欢的人 何友军这话一开口 系统突然间叮的一声就提示了 检测到不同的语言 出现在宿主的沟通环境中 系统奖励宿主粤语精通 原本江城对何友军所说的粤语 是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 毕竟他一直生活在荣城 对于粤语这重粮广 和港澳地区的方言一无所知 不过现在 系统提示出现后 江城的脑海里 突然涌现出许多与粤语相关的知识 他不由自主地开口 用粤语问道 系无系模特 是不是模特 这十分丝滑的发声 让江城自已都感到有些诧异 听到江城的问题 何友军用手捂住嘴巴 瞪大眼睛看着江城 显然对江城能听懂粤语 以及他还知道 他喜欢的人是谁的 这件事情感到十分的惊讶 啊 你点知啊 这话说完之后 他再次说道 毛沈道尼居然讲粤语 没想到 你居然会粤语 江城文言随意地胡说了一个借口 我嗯 记得 做戏边各话比我知看的件事 横点我听讲过 嗯 会戏真看 我忘了是谁告诉我的这件事 反正我听说过 不会是真的吧 何友军哈哈一笑 戏真看 就戏暂时对渠 有兴趣则 渠戏国际超模 是真的 就是暂时对他感兴趣而已 他是国际超模 建江城跟何友军说着粤语 一旁的郑志刚 一脸惊喜地对着江城竖起了大拇指说道 我开普通话 嗯 算好好 我学做好奈 有时同你亲戚总会有低表达 嗯好 毛沈道 你开粤语讲好正 我的普通话不算很好 我还学了很久 有时候跟你聊天 总会有些表达的不是很好 没想到 你粤语却说得这么正宗 何友军看向郑志刚 眼睛里面带着对江城的赞赏说道 戏啊 渠戏真戏会讲粤语 渠越语卯怪开口印 见大家叽叽喳喳地说着他听不太懂的粤语 王冲冲开口打乱道 江城 卧槽 没想到 你还有这一首 我都听不懂 你们在讲些什么 众女健壮也是立马跟着夸道 江少好厉害啊 啊 江少讲粤语好港风啊 是啊 江少发音好好听啊 江城文言勾起嘴巴一笑 对着众女说道 你们是怎么知道 我很会缩 缩出来的发音还很好听 是谁传出去的 众女都是酒精夜场的人精 自然听出了江城言语中的调笑之意 纷纷嘻嘻哈哈地随声音合住 啊 江少 你好话哦 人家不懂吗 其中一个女子 娇趁着说道 哎呀 要不今晚 我们一起试试吧 另一个女子 则更为大胆豪放 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 就在这时 元宗去而复返 他恭恭敬敬地跪蹲在江城身旁 小心翼翼地说 江少 大神龙的黑桃A 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 我先让他们帮您把卡座布置一下 可以吗 见元宗带着几个人 拿着一些发光带什么的道具 江城倒是没有开口再拒绝 因为在场的一群妹子们 显然很吃气氛这一套 这些妹子们开心了 说不定待会爆出的暴击会更高 毕竟是美食分享卡 喝得开心这一点也很重要 元宗健壮 立刻喜笑颜开 指挥着手下 迅速将卡座布置起来 只见这些人 一边推着黑桃 一边用着各种发光的小道具快速地装饰着他们坐在的一卡的位置 一时间 整个场面变得格外热闹欢快 而那群妹子们则兴奋地围坐在一起 开始聊天打趣 欢声笑语不断 众女们各个都是一脸虚荣地拍着照 甚至还有用一些摆着个重姿势在录制影片 一卡的位置瞬间成为全场的焦点 只见许致突然间停下动作 一脸呆滞地看向了一卡的方向 江初然看着不远处的江城 好奇地问道 双姐 大神龙是什么呀 听起来好厉害的样子 是不是特别好喝呀 他眨眨眼 眼中满是疑惑和好奇 沈双凑近江初然耳边 小声解释道 其实就是一中酒的套装名称啊 不好喝 但是这玩意怎么说呢 不过是纯粹用来装闭的 说完又轻轻拍了一下江初然的肩膀 示意他别太在意 沈双知道 许致跟王聪聪的关系并不是很融洽 此时正小心地关注着许致的表情 不仅如此 座位上的其他富二代也都心知肚明 这些人的家里多少都是有点实力的 资产过百亿的大有人在 这些人平日里虽然不会 也不敢主动说王聪聪的坏话 但今晚的局可是许致组的 而且王聪聪又不在场 所谓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大家自然懂得拿捏分寸 只见其他有些人为了讨好许致 故意开口说道 卧槽 这不是大网红王校长吗 唉 你说这话是羡慕吗 人家带的都是网红 来拍影片的 估计刚才点大神龙的那个男的 也是网红吧 见都没见过 见大家的七嘴八舌的 说着王聪聪话 要是换成平时 许许致肯定会一脸的受用 毕竟他最喜欢别人对自己 阿谀奉承 可现在不同往日 因为王聪聪身边坐住的人 分明就是江城 这场面 让他怎么可能高兴得起来 这么一看 他的内心立马生起了一丝懊悔 内心暗自地想 自己这两天运气 怎么这么差 因为他发现 此时江城和王聪聪他们两个 也正往二卡的地方的看了过来 而且 今天的卡座上 不止他们两个人 居然还有郑志刚 和何友军 何友军不需要说 整个赌城 毫不夸张地说 都是他们何家的 而郑志刚的家族 在港岛那边 更是属于老钱的家族 四个人的身家和影响力 都不是他能小觑的 许致此时的脸色有些铁青 他觉得 自己就像一个小丑一样 昨天 自己才被江城契的直接离席 今天微博上的热搜 还挂着王聪聪 昨天拍的晚宴的影片 关键是 自己还不能拿江城怎样 没想到今天出来完 又遇见他们两个 电光石火之间 他甚至想要直接 删自己一巴掌 自己为什么要吃饱 没事干的去看他们 这下好了 还被他们看见了 要是只有王聪聪一人 他倒是无所谓 甚至还会直接无视他 可是 现在情况却完全不同了 此刻与他对视的人 除了王聪聪 而是江城 到现在位置 他对江城的背景一无所知 自从晚宴结束后 他就连夜展开了 对星辰投资公司 以及民生集团的深入调查 一开始 他以为江城鸿与自己父亲一样 只是个替人办事的白手套 但是 到现在位置 还没能找到 星辰和民生集团之间 哪怕一丝一毫的联络 更让他不解的是 无论是江城 还是江城鸿 他们的两个人的背景资料 都显得十分混乱 如果不是江城 昨天亲口在他们面前承认 自己是江城鸿的孙子 仅凭他们自行调查 恐怕很难获取这些关键资讯 这让许致心中不禁涌起一股烦躁之情 看着周围的人们 还在不停地议论纷纷 对江城鸿投论足 许致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烦躁 猛地大吼一声 够了 给我闭嘴 你们知道些什么 都给我少说两句 突然间被许致这么一吼 在场的其他的富二代 脸色顿时就沉了下来 许少这是什么意思 其中一名富二代不爽地说道 我们又没说错什么话 就是 许少你是不是太紧张了 另一名富二代也跟着附和道 你们还知道今天是跨年夜 许致的脸色阴沉得可怕 我警告你们 别给我惹是生非 不然有你们好受的 听到这话 一众富二代们都不敢再吭声了 毕竟许致的背景 可不是他们能招惹得起的 万一真的惹怒了他 那后果可不堪设想 今天可是跨年夜 他们大多数都是带了妞过来的 就算没有妞 也刚想在这里现场抓了一个 加上江出然的出现 这些富二代都正在找寻着时机 看看他能不能把他捣到手 此时正是装逼的好时机 被许致这么一吼 今晚的脸面算是丢尽了 不过再不爽 一行人都只敢生着闷气不出声 全都老老实实地住了嘴 没有一个人敢顶嘴 许致明白 现在正是敏感时期 酒吧又是鱼龙混杂的地方 要是因为这些蠢货乱说话 影响到自已 让自已跟江城再次出现了冲突 那不是自找苦吃吗 这么一想之后 许致顿时没了玩乐的心思 他原本就不是那种 只知道吃喝玩乐的顽固子弟 昨晚宴会上 对江城说的那两句话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特别过分的地方 毕竟 他们这些企业家之间 常常互相调侃 打赌 就连王首富和马云这样的大佬 以及自已的父亲 在公众场合 也会时常相互对来对去 而自已仅仅只是 询问了江城一句 你家是做什么的 说实话 许致至今仍然觉得 自已当时并没 有做错什么 只见许致脸色阴沉地拿起酒杯 朝着一卡走了过去 看着许致的动作 一群富二代们 不禁露出好奇的神色 准备开始看好戏 在他们看来 许致肯定会跟平时一样 想专门去嘲讽王匆匆两句 大家都是一个圈子里的人 彼此之间都认识 虽然王匆匆和许致 都是首富之子 但富二代们也是牧强的 比如王匆匆 就是自已出来创业的首富之子 但是许致 却已经进入大衡内部 担任地产副总裁 负责集团的物业 园林等业务了 相比之下 许致显然更有能力一些 江出然不禁有些疑惑地 看向身旁的沈双 轻声问道 双姐 这个人跟王匆匆关系不好是吧 听到这话 沈双先是点了点头 然后同样压低声音回答 是啊 他们两个家里 都是做房地产的 这个你也知道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俩一见面就会互对 属于那中谁 也看不上谁的性别 那中间坐的那个帅哥 是网红吗 沈双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王校长很有捧网红 但是他很少跟男网红合照 虽然有可能 但是我自己感觉 不像是网红 要是网红 他怎么可能能坐在 何友军的身边 刚才的话你听听就好了 他们都是为了讨好许致乱说的 沈双这话说完 将突然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眼神也不由自主地 汇聚到了江城的身上 十几秒的时间 许致便到达了一卡的位置 为了不让舞池里面的 其他的客户上到一卡的地方 去蹭卡 蹭拍照 袁宗早就安排了一圈工作人 原围在了一卡的旁边 眼见许致过来 袁宗倒是不敢拦 许公子 晚上好 有什么能为您服务的吗 我过去跟他们说说话 许致是和许人 袁宗立马点头哈腰地回道 好的好的 您请 看到许致走进来后 王聪聪就看了江城一眼 接着 他立马露出一副见兮兮的笑容 对许致说道 这不是许大少吗 你是不是走错卡座了 在来这里之前 许致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无论王聪聪带会怎么挑衅 他都当作听不现 但现在 听到王聪聪这番嘲讽的话语时 他的脸色还是不自觉地垮了下来 见许致死亡凝视着自已 王聪聪脸色变得更加的得意 不会是来蹭卡的吗 不应该啊 像黑桃A这样的酒 你应该见不不少吧 江城文言开口说道 看你们二卡也没点 我让人送几支过去 江城这话一出 许致明白江城 分明就是站队王聪聪 他心里清楚 自己想要和江城建立良好的关系 恐怕没那么容易 不过此时事情悬眉明朗 他也别无选择 只能低下头 向对方表示出自己的善意 虽然场上还有何友军和郑志刚 但他们一个来自港岛 另一个来自赌城 双方的产业并无太多交集 就算不打交道 也没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许致也没 有像往常那样与王聪聪斗嘴 而是直接选择无视他 静止走到江城面前 微笑着说道 江绍 你真会开玩笑 刚才我在二卡的位置 看到你也在这里玩 所以特意过来跟你打个招呼 并敬你一杯 说完 他便一饮而尽 昨天晚宴上 许致甩脸色退席的样子 江城自然是注意到了 再加上今天的热搜 让他老爸被群嘲了一整天 江城倒是没想到 许致此时还能忍住情绪过来 跟自己敬酒 见许致先前未尽 江城也并没有表现出 过分的傲慢 或故作清高 淡淡地点了点头 然后向止性地抿了一口酒 表示回应 还是那句话 在江城看来 许家父子确实是个人才 能屈能伸 要不是带着前世的上帝视角 江城对他们 必然不会像现在这般 见江城和王聪聪 对许致这态度 现场的气氛 一下子变得有些微妙起来 何友军和郑志刚两个人 都交换了一下眼神 一众没见过许致的小姐姐们 甚至还有些嫌弃地 打量着许致 不过 对于这些小网红的轻视 许致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许致只是微微一笑 随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领 摆出一副傲娇的表情 旁扶刚才舔江城的人 不是踏实的 面带微笑地 向何友军和郑志刚打招呼道 两位晚上好 我是大恒集团的许致 见到你们很荣幸 见许致这么说 何友军和郑志刚两个人 脸上的表情都十分惊讶 主要是没想到 他竟然是大恒集团的人 两个人立刻端起手中的酒杯 与许致里冒兴的碰杯 以表达对他的尊重 毕竟不久前 今年的财富排行榜刚刚公布 大恒集团成功登顶 成为新的首富 这是业内人尽皆知的事情 大恒集团和达旺不一样 一提起达旺 大家都会想到王聪聪 而提起大恒 大多人却只知道 许家营还有大恒族球队 许致不如王聪聪那样张扬 所以大多属人并不认识他 从王聪聪和江城 对待许致的态度来看 他们原本以为许致 只是一个普通的富二代而已 不过现在看来 情况倒是有些复杂 更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 今年的首富之子 对待江城的态度 居然如此谦卑至极 反观江城 从头到尾都 没给许致一个正经的眼神 从江城的反应来看 他根本没有把许致放在眼里 他们两个之间的主导地位 一目料然 这场面让何友军和郑志刚 对江城的背景 更加地好奇了几分 首富之子 原本就代表了财力方面 最鼎盛的富二代 能让他们两个都这样对待 江城要么是在财力方面碾压他们 要么就是在地位方面非同寻常 何友军的目光若无其事地 落在了江城的身上 虽然在赌城的时候 他也经常跟他们那个地方的 一把手的儿子 去酒吧一起玩 但是这可是华夏 跟赌城的规则完全不同 据他所知 在华夏 一般有背景的特别二代 都会特别地低调 绝对不会像江城这样高调 他们通常都会选择去国外 或者那些保密性较高的场所 尽情享受 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 毫不顾忌地 在公开场合做出这么高调的行为 也是这一点 让他们两个都表示有些看不懂 不过尽管如此 何友军和郑志刚两人 还是对视一眼后 紧接着默契地 不再跟许志有所交流 而且将注意力转移到彼此身上 开始闲聊起来 在当前的局面下 他们两个都一致地认为 得罪许志比得罪 江城要好得多 眼看着何友军和郑志刚 对自己不理不睬 故作姿态地凑在一起聊天 许志立刻明白过来 他们的意图 他知道 自己在这个场合继续逗留下去 只会让自己的尴尬处境 雪上加霜 毫无益处可言 这么一想之后 他拾去地开口说道 不好意思 我家里有些事情 需要回去处理一下 先失陪了 祝你们跨年夜快乐 眼见今天 许志一点战斗力度没有 王匆匆也顿时感觉有些无趣 也不再看他 直接搂住旁边的小姐姐 跟着现场的音乐蹦了起来 见许志会溜溜地 从一卡的位置 回到二卡来 一众负二代 都有些摸不住头脑 刚才许志的窘迫 众人都看在眼里 他们没想到 以大恒现在的情况 许志居然还能被人这么无视 当许志拿起自己的外套 准备离开时 众人都不敢吭声 生怕自己成为炮灰 临走之前 许志还特意将 自己的微信二维码 递给了江初然 并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一丝邪魅的笑容 这是我的微信 你扫一下 江初然犹豫了一下 但想到今晚是 沈双带他过来的 如果拒绝 可能会给沈双带来麻烦 于是拿起手机 扫描了二维码 许志离去后 一众人这才开始 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 怎么回事 我以为他要去找 王聪聪的麻烦 怎么突然间就离场了 你们没发现 坐在中间的那个男生 好像很不一般吗 许志过去的第一时间 就给他敬酒 是啊 那人谁啊 除了他 另外的三个人 大家都认识吧 就在这时 一个拿着正在 刷着手机的女生 将自己的手机地 给了搂住他的男生 林哥 你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人啊 我觉得好像很像 那男生定睛一看 立马握槽了一声 你别说 看起来还真是他 这么一说 几个人立马凑过来一看 这热搜我也看了 说他是新陈的老董 恐怕不简单 能跟许志他爸 做一块的人物 难怪今天许志 连王聪聪都不搞了 这人到底什么来头 这热搜我也看了 今天我爸他们还在讨论呢 不清楚 但应该是个大人物吧 就连许志他爸他 都不放在眼里 那吹口哨的样子 我可看了好几遍 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人 才让许志 不敢对王聪聪动手呢 有可能 毕竟能让许志 如此恭敬的人 肯定不是一般人 我昨天就跟别人在聊 这新陈老董 恐怕有那种背景 不然那重场合 谁鸟他 你说对不对 你这不是废话吗 看着一群人 叽叽喳喳地讨论住 沈双眼珠一转 对江初然说 初然 我们也过去打个招呼 江初然文言有些犹豫 双姐 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 毕竟 沈双明白江初然的顾虑 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着道 别想太多了 你看看那边 江初然 顺着沈双的目光看去 发现刚才还在说着 江城坏话的一些富二代 此时 已经三三两两地 聚集到了一卡的位置 正手里端着酒杯 满脸谄媚地 向王聪聪和江城敬酒 看着眼前的场景 江初然突然觉得 自己的世界 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这 沈双明白他的意思 笑着拉起江初然的手 大大方方地说 走吧 我知道 你不喜欢许志之重样子的男生 不过看你平时那眼狗的样子 刚兴成的老董 一定是你喜欢的行别 说不定待会儿 还能再加个微信呢 江初然开玩笑道 双姐 刚刚是谁让我 一定要忍住的呀 哈哈 我说的是王校长和许志 他们两个 可是出了名的花心大萝卜啊 他们虽然大方 跟着他们 可以赚到不少钱 但时间却非常短暂哦 我怎 能不能舍得让你 去受这种委屈 至于这个帅哥嘛 暂时还不太清楚情况 咱们先过去看看吧 说不定会有惊喜呢 实在不行 加个微信 也没啥话出来啊 沈双笑嘻嘻地说着 同时拉住江初然 走向卡座 很快 他们来到了卡座前 见这次过来的是 沈双和江初然 王匆匆并没有像 打发其他的富二代那样 直接把人打发走 因为 他早就注意到了 江城看向江初然时 那充满欲望的眼神 来来来 快坐快坐 刚才就叫你们过来一起玩 搞到现在才过来 王匆匆热情地邀请道 沈双面带微笑 礼貌地向江城打了个招呼 然后又跟何友军等人 一一问好后 开口解释道 王哥 真是不好意思了 本来先跟他们约好了 我也不敢爽约 但是现在 他们先行散了 我就过来测你们的卡座了 希望不要介意哦 切 你家的商场那么多 又不是要倒闭了 还蹭卡 让你爸知道了 不打死你 一番玩笑话之后 王匆匆便将他们两个 安排在了江城的身边 紧接着还一脸妖功地 朝着江城挑了挑眉 见王匆匆这么给力 江城心里默默地给他点了赞 眼见江城的身边 突然间坐下了一个女生 众女不由地一眼嫉妒 但是 这是王匆匆的安排 他们几个道 也不敢主动地过去争风吃醋 无奈之下 只能一边站起来 跟着酒吧的音乐摇摆 一边将目标 放在何友军和郑志刚的身上 眼见江突然有些拘束 沈双主动地对着江城说道 江少 你们两个很有缘 姓是一样 江城笑了笑 然后开口道 你别说 确实挺有缘分的 看你们年纪跟我差不多 叫我名字吧 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我叫江城 眼见江城如此客气 并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江初然这才放松下来 笑着对他说道 我今年19岁 你呢 虽然江城早就透过人际扫描系统 得知了江初然的各种资讯 但是此时还是 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 哇 你还比我大一岁 江城与毕 江初然和沈双的表情都十分的精彩 他们本以为江城至少也应该大学毕业 二十出头的年纪 却怎么都想不到居然才18岁 18岁的少年就成为新城公司的劳董了 而且在酒吧里蹦迪 就能随手拿出百万来消费 才18 江初然惊讶地问道 18还嫌小 江初然不比其他人 他一点都听不懂江城的话里的意思 眼见一旁的沈双 捂住嘴哈哈地笑了起来 江初然呆萌地问道 双姐 你笑什么 我这问题有什么好笑的 江城见状也做出一副正经的样子说道 这人真奇怪 也不知道在笑什么 沈双被这话逗得笑得更欢了 好不容易停下来后 喘着气对江初然解释道 他 他在逗你呢 江初然还是一脸猛地看着他们 眨巴着大眼睛疑惑地问 啊 为什么要逗我啊 沈双刚想开口 却被江城抢先一步回答 我是真不懂他在笑什么 要是换成其他的人 沈双肯定一个白眼就飞过去了 但是 想起江城这层隐形的背景 以及那正经的不能再正经的表情 他倒是一时之间有些猛 只能无奈地耸了耸肩 对着江初然说道 没什么 我就是想起了一件好笑的事情 眼见问不出什么 江初然也没有纠结 目光随意地扫过四周 酒吧里闪烁的灯光 让人眼花缭乱 但他的目光却始终落在眼前的鸡人身上 在场的一众女生都十分地主动 甚至大部分都刻意地在江城他们面前 扭动着性胆的屁股 王校长挑的这几个女生 不论身材还是容貌都没得说 就算是其他卡座的男人的视线 都若有若无地放在这些油雾的身上 不过 在场的四个男生中 除了王聪聪和何友军 他们两个都一手搂着一个女生 随着音乐的节奏欢快地跳动起来之外 另外的两个人显然并没有被这些油雾给诱惑 只见江城和郑志刚都显得十分震惊 他们手中拿着酒杯 一边品尝着美酒 一边凑在一起说着话 尽管现场的音乐声震耳欲聋 但江初然仍然能够听到一些断断续续的声音 仔细倾听 发现他们两个似乎在谈论 关于商业方面的事情 聊到一半的时候 何友军也加入聊了起来 你们在聊什么 郑志刚回到 聊最近有什么投资 我知道他最近在这边封王台弄了快递 郑再见 问一下怎么样 见他们说这个 何友军打探的问道 我对内地的一些还不是特别了解 我还不知道 诚哥在这边是做什么的 江城回到 我开了一个投资公司 何友军接着问道 投资的 那你对市场方向这方面应该很了解 我也是今年开始 才准备过来这边看看 有什么机会能发展的 求耻叫一下 江城笑着回到 我就是瞎鸡把头的 有钱了 就什么都搞一点 何友军故意露出钦佩的表情 继续说道 我想听听你 对于内地市场趋势和投资策略的看法 嗯 我也不是很专业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关注一些热门行业 比如科技 网际网路之类的 然后根据自己的判断和经验 去选择合适的专案投资 当然 也要考虑风险控制和资金管理等方面 虽然江城的回答很公式化 但是何友军此时心里暗自琢磨住 看王聪聪他们的态度 江城必定是有特别的背景 如果自己能跟江城合作 那在内地的商业开展应该会很顺利 看来城哥对投资领域真的有很深的见解 见到他们三个人围坐一团 低声交谈着什么 王聪聪立马松开了身边的妹子 将目光投向了他们 并慢慢凑近过去 见他们说的是创业上的事 王聪聪对住郑志刚说 反邪杠我告诉你啊 江城已经向我的凶猫TV注资 他现在可是我们公司的最大股东呢 反邪杠 郑志刚回到 反邪杠哈哈 这件事我知道 你们的公众号不是也是出过吗 反邪杠 王聪聪叹了口气 似乎有些感慨地说道 反邪杠说真的 凶猫如今的发展状况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你也知道 就在一个月之前 我还整日忧心忡忡 毕竟如果没有成功拉到投资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直接倒闭 没想到现在 嘿嘿 流量和稳定的主播都有了 反邪杠 虽然王聪聪表面上 像是在跟郑志刚 倾诉他的苦衷 但实际上脸上却洋溢着 难以掩饰的得意之情 毕竟之前郑志刚拒绝了 他的融资邀请 此时他的状态 跟一个月前 他们三人一起打高尔夫的时候 他满脸焦虑的神情 截然相反 郑志刚健壮 也是十分配合地 做出一脸遗憾的样子 叹息着说道 哎呀 看来又是我看走眼了 真是遗憾 看来以后 想要再加入你们凶猫 恐怕就难了 他摇着头 脸上满是惋惜之情 一旁的和友军文言 看向了王聪聪说道 直播在你们这边很火 但是我们那边倒是一般 感觉我们那边跟内地 还是相差挺大的 郑志刚笑着说 确实如此 港岛和堵城的情况 与内地有所不同 在我们那里 很多实业 已经趋于饱和状态 尤其是房地产行业 竞争异常激烈 但是这边却不一样了 现在那边很难找到 合适的投资机会 看着何友军和郑志刚 一脸苦恼的样子 江城不禁笑出声来 调侃地说道 郑哥 何哥 你们俩这是什么表情 你们两家在港岛和堵城的资产 那可不是一般的多啊 据我所知 堵城那边的大商场 地标性建筑 以及酒店等重要产业 几乎全都是你们何家的吧 郑家就更是不用说了 你们两个 怎么还一副找不到工作的样子 郑志刚和何友军 闻言无奈地相识一笑 郑志刚回应道 哈哈 虽然我们家族在港岛和堵城 确实有一定的产业 但也不能做吃山空吗 而且接手以后 也要做出点成绩 否则家里其他的人不服啊 所以还是需要不断寻找 新的投资机会才行啊 何友军点头表示赞同 接着说道 志刚哥说得对 我也希望 能够在内地市场 寻找更多的发展机遇 拓展业务领域 现在堵城发展的机会也不大了 已经固定化了 郑志刚赞同道 港岛这两年情势不太好 不管是经济还是其他的方面的 我都看不懂了 所以一直在内地找机会 上次你给我提的 K11的建议十分的好 我说了 要请你过去参观的 一直没机会 什么时候回摩都 请你过去看看 郑志刚这么一想 江城顿时明白了过来 江城点了点头 过几天我应该会回摩都 有机会过去参观 何友军喝了一口酒以后 感叹道 真的很羡慕 你们这些事业有成的人 说实话 我们何家在堵城的确拥 有不少房地产 但这些都是我父亲和大姐一手打造的 你们也清楚 我出生的比较晚 很多事情都没有机会接手 再加上你们所说的 许多传统行业早已饱和 根本没机会 对于何友军的情况 大家都心知肚明 但没想到 他竟然如此坦诚地说出来 然不过 即使如此 在场的人并没有因此而轻视他 毕竟 他们家坐拥有高达5000多亿的巨额财富 赌王去世的时候 根据新闻报道和各方面子女的采访 遗产被平均分配 而且 江城记得何友军当时还生下了长孙 他们这一方的资产自然不会少 就算真的平均分配 那也获得近千亿的资产 江城开口问道 我听说 不是搞电竞了吗 听到江城这么说 和友军脸上又浮现了一丝意外 诚哥 没想到你真的有关注我 是啊 不过想想 就是小打小闹而已 主要是想靠自己看看 能不能做出些什么 否则 大家提到我 就是只是一个赌王的小儿子 江城微微一笑 略有耳闻罢了 这今年电竞行业发展得很快 偶尔会关注一下 一旁的王聪聪突然插话说 我听说你在赌城那边 办了一个电竞的协会 何佑军点了点头 兴奋地回答道 是啊 我觉得电竞行业未来的前景不错 所以就在那边尝试着 办了一个电竞协会 没想到 效果还挺好的 现在已经有不少人 加入我们协会了呢 郑志刚接着问道 他还是会长呢 何佑军露出一丝骄傲的笑容 那边搞这个的人并不多 我又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自然就是会长了 过阵子 还要举办一场是初会呢 郑志刚文言 拍了拍何佑军的肩膀 我听老霍说起 说他已经跟你说过了 到时候 他们或加会过去 何佑军点了点头 是啊 到时候你也过来帮我捧场 诚哥 王哥 到时候 你们也来吧 帮我撑撑场子 江城现状怂了耸肩 我连战队都没有 去村家 是不是没什么说服力 王聪聪见状问道 你不是说有兴趣吗 要不你也搞一个 我们S8的时候 一起去凑凑热闹 江城见状看向了王聪聪 若有所思地说道 我确实有这个想法 不过 我看中的是你的战队 王聪聪闻眼脸色一变 你开玩笑的吧 我的样子像是开玩笑的吗 江城回道 你不会真想要买我的战队吧 这可是我的心头肉啊 王聪聪有些着急地说道 见江城一本正经地盯着自己 王聪聪脸上露出些许无奈之色 自己的凶猫TV 在无奈之下 已经让让给了江城 假如江城真的看中了他的战队 虽然他可以拒绝出手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当一个实力强大的人 看上了你手中的东西 并有意购买时 即便卖方不愿意 买方也会有许多手段来获取 比如 替选手解约 支付高额为约金 或直接加价挖人等等 光是这一点 双方就得扯批需求 想到这里 王聪聪苦笑着对江城说道 成哥呀 求放 要是你真感兴趣 我可以给您推荐几位 其他优秀的选手 比如狗哥是吧 他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吗 我以前挖他的时候都没成功过呢 看着王聪聪焦急的模样 江城不禁笑了起来 想妈啦 开玩笑呢 不过王聪聪这么一说 江城倒是突然坚决地有些搞头 不过这搞头只能陷于为爱发电 用电竞这一行来赚钱 江城多少有些不抱希望 就像广大网友说的 那些年王校长 还好在电竞行业中没有成功 还好他将王首付给的五亿资金 都赔得一点都不剩 甚至家里玄道贴进去不少 也因为这次的失败 让他开始收心养性 不再奋斗 专心泡妞混吃等死 否则照他这么败下去 王首付的晚年 不仅会被达旺的负债压住 还会被王聪聪的失业给拖垮 就连首付之子 都在电竞里面摔了跟头 所以 想靠电竞发财 根本就不可能 但是你要是钱多 当成个兴趣 去搞的话 倒是还不错 建江城这么说 王聪聪心里的大事 头中鱼落了地 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不怪他会这么紧张 这半年 跟江城接触下来 他也知道 江城这人深不见底 只要是他想要的 就没办不成的 如果江城真的下定决心 要将他这个战队收入囊中 那么估计自己也无法阻止 关键是 他也不想与江城为敌 看到王聪聪如此紧张 何友军和郑志刚两人 又一次对视了眼 眼中流露出一丝惊讶和疑惑 反邪杠狗哥 真的那么难挖吗 反邪杠 江城好奇地问道 眼见四个男人 正为坐在一起 谈论着他们的视野 一旁的沈霜 趁机拉着江初然 开始疯狂地自拍起来 他们俩虽然嘴上说着 是来蹭卡的 但实际上非常自觉 除了偶尔吃点瓜子之外 就是不停地拍照 至于桌子上摆放着的 昂贵的黑套A19 根本碰都没碰一下 这种行为 倒让江城感到有些意外 江城侧眼看过去 只限江初然静静地坐在那里 宛如一朵盛开的花朵 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她的眼神清澈而明亮 乖巧地配合着沈霜自拍的 见沈霜开始拍着桌上的黑套A 江城拿起桌上的酒杯 给他们两个倒了半杯 轻声问道 反斜杠你们今晚开车了没 反斜杠 沈霜轻轻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是打车过来的 江城闻眼点了点头 紧接着特意对着江初然说 反斜杠这酒其实味道一般 你尝尝看就行了 等会要走的时候 我让人给你们带些回去 你们可以在家里慢慢品尝 反斜杠 果然 这种贴心的话 简直就是万能攻势 只要是女人都爱听 江初然闻眼 表情就如同第一次 跟江城出去喝酒时的周饮一般 眼神带着一丝惊讶 又带着一丝欣赏地盯着江城 虽然表情没有说什么 但是内心立刻变得柔软起来 心中对江城的友善度 不知不觉地增加了五个百分点 江初然 友善值加五 要知道 他刚才在二卡坐的那么一会的时间 就已经有好几个富二代 一直在对他劝酒了 而且给他倒酒全都是直接倒满一杯的 好像生怕他口渴的样子 要不是沈双一直替他挡着 说不定这回他早就醉了 即使这样 在那些男男女女的富二代的劝酒下 刚才他就已经喝了大半杯了 要不是沈双将他拉过来这边 说不定这回他已经喝醉了 也因为如此 第一次来酒吧的江初然 开始对这种地方产生了一丝抵触 就算他不是酒精沙场的老手 也十分地明白 那些人为什么要对他灌酒 男生无非就是那点想法 而那些女生应该是看不起他 或者是看不惯他受其他的男生欢迎 此时看着杯中那浅浅的黑桃A 江初然不由地感叹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对比起刚才那帮扶二代 不知为何 江初然觉得此时在场的几个人 简直是一股清流 原本建江城这么高调的 点了百万的酒 江初然以为他们应该会比刚才的那群富二代 还要顽固 还要嚣张 还要娇奢淫荡 但是实际情况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 二卡那边的那些富二代 喝酒抽烟 点无起哄 甚至还当着他们的面 直接将手伸到女伴的群底下 反观江城他们这边 先别说江城和郑志刚 两个人除了喝酒谈商业之外 并没有多余的动作 而就算是王聪聪和何友军 他们两个也只是搂着女伴的肩膀 意气蹦迪 根本就没有一些多余的动作 看着眼前的酒杯 他的心中再次涌起一股暖意 他突然觉得江城并没 有他们那些人说的那么讨厌 难道他真的是一个体贴入微 善解人意的男人吗 还是说他另有企图呢 江初然目光扫过桌子上 那基石瓶昂贵的黑桃A 在沈双的科普下 他已经知道 这些酒开了之后 如果没喝完 还可以先寄存在酒吧里 下次再来继续享用 而此时 基石之黑桃全开 显然是没有寄存的这个打算 而且 刚才他也说了 要让他们带回去喝 所以 也根本不存在江城小气的问题 江城自然也感知到了 江初然心里的变化 只见江城趁机再次开口 语气依旧温和地说道 看你好像有点喝多了 女孩子在酒吧别喝太多 这里还有很多饮料和小吃 吃点这个垫一垫肚子 说完 江城自已 反倒是 拿起了面前的酒杯 轻轻抿了一口 不仅江初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就连旁边的沈双 也不禁多瞧了江城几眼 江城的这种做法 确实非常加分 很难让女孩子们 不为之心动 特别 是在有颜值和财富加持的情况下 更是如此 俗话说得好 渣男不可怕 就怕渣男玩深情 眼见江初然的友善值 又加了五点 江城的嘴角不由一勾 江初然 友善值加五 她正是凭借着这一招 成功地将于萧萧 王宇嫣 周颖 乔音音 厦门和小夏等人 牢牢地抓在了手心之中 对于大多数女孩来说 他们都是看着 格林童话 长大的 无论是灰姑娘 还是白雪公主 最终都与英俊的白马王子 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而在现实世界里 江城不仅是驾驶着豪车的白马王子 更是一个体贴入微 善解人意的男人 这样的男生 简直就是无敌好吗 不过 即使连续增加了两次五点后 江初然对江城的友善值 才仅仅达到了55点 这个数值实在是太低了 看来这江初然 真是个冷落冰霜的美人 沈霜忍不住好奇地开口询问道 江少现在 是不是还在上大学呢 江城开口纠正道 别叫我江少了 直接喊我的名字就好了 我在魔都上大学哦 沈霜本来就是个 豪爽洒脱的人 既然江城已经提醒过两次让他直呼其名 那他也就不再扭捏作态 直接了当地问道 哦 这么说你应该还没有放寒假吧 江城点了点头 语气轻松地说 是啊 我给学校捐了一些东西 所以 时间相对比较自由 听到这话 沈霜和江初然 立刻心领神会 毕竟 这种事情 在各个大学中并不寒险 你捐了什么 江初然好奇地问道 一千万 江城轻描淡写地回答道 然而 他紧接着补充道 准确地说 这笔钱其实是王哥和其他人 偷偷帮我捐赠的 江初然还没来得及 从惊讶中缓过神来 又被江城后半句话弄糊涂了 他瞪大了眼睛 疑惑地问 他们替你捐了一千万 为什么呢 之前有一次投资机会 我带着他们赚了些钱 大概就是他们对我的回报吧 沈霜和江初然听后 再次对视了一眼 能拿出一千万作为报答 那江城到底带着他们 赚了多少钱 江初然有些羡慕地看着江城 眼中闪烁着好奇雨 向往的光芒 轻声叹道 哇 这就是大佬的世界吗 对于江初然的夸赞 江城并没有表现出得意或骄傲 俗话说得好 和喜欢金钱的人炫耀财富 和不看重金钱的人保持低调 此刻 江城还没摸清楚 江初然究竟属于哪重型别的人 不过从他友善值的反馈来看 他大鸡帅并不是那 重极度追求物质享受的败金主义者 江城回应道 京都应该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吧 我这样的 应该只能算是洒洒水了 听到这话 沈双立刻摇摇头 否定了江城的说法 不对 大佬 虽然王哥也常去夜店玩乐 但他最多也就是偶尔花费十万 二十万而已 就算豪爽一点 偶尔也只会花个五十万 而且 他不可能每天都这么大手大脚 平时花个几万块 已经算很豪气了 你难道真的认为 在京都这里 一百万能不当回事 江初然指着桌上的黑陶A说道 我有点好奇 这么多酒都开起喝得完吗 我听说双姐说这里可以寄存的 听到江初然的话后 江城摇了摇头 然后轻笑着解释道 寄存干吗 想喝下次来的时候再点就可以了 江城这番离所应该的的回答 再次让两人心口都有些发酸 没有理会两女的酸溜溜的表情 江城此时正拿着手机 有些繁忙地回复住资讯 毕竟就快零点了 他手机里面 还有不少的小姐姐 等着跟他一起跨年 剑江城的视线 并没有被场上的那些 骚货给吸引 一旁的沈霜 用手轻轻地碰了碰江初然 作为闺蜜 江初然立马瞄 懂了沈霜的眼里的意思 不过 他除了轻轻地耸了耸肩之外 倒是什么都没有做 眼见江初然一点表示都没有 沈霜拿起了手机 给他发了一个微信 沈霜挑了挑眉回复 这种大佬趁机加微信拿下 江初然 拿不下 也不敢把握 要不双截你试下 沈霜 算了 我倒是想试 但是你觉得 有你在旁边他会选我 江初然很想说会 但考虑到实际的颜值问题 便有些说不出违心的话来 虽然沈霜也算是个小美女 但今晚这里的美女实在太多了 且不说她 就连江城自己带来的那些小姐姐 都有好几个颜值 比沈霜更高的 江城此时并没有心思 理会这两个女孩 她正全神贯注地 快速切换着微信聊天页面 每次回复之前 她都会先看一眼 备注的名字 然后再看一下 上面回复的资讯 毕竟她可不像 自己的好兄弟周志云一样 出现发错微信的情况 虽然就算是回复错误 众女大几率 也不敢真的怪她 但是这种情况 也是十分尴尬好吗 对于众女的问候 江城也丝毫没有掩饰 自己在酒吧玩的事实 现场的人那么多 又是跨年夜 几个人还这么高调 难免会有不少的影片流出去 要是说自己在外面谈生意 结果明天他们刷豆音 或者微博的时候 刷到自己 那不是自行打脸了吗 而且 江城也不怕这些妹子知道 她在泡酒吧 与其遮掩 让这些妹子在网络上发现 心里产生隔阂 还不如大大方方的如实相告 江城开启手机摄像头 对着周围的环境 拍了一段影片 酒吧内的灯光闪烁 音乐声震耳欲聋 人群的欢呼声和笑声此起彼伏 江城将手机摄像头 转向自己 然后对着镜头说 新年快乐 我现在在酒吧里 和朋友们一起庆祝跨年夜 紧接着 江城选择了多选 将这段影片 发给了几个妹子 当然 江城的拍的这段影片 也很有水平 除了江王聪聪和何友军 他们都拍了进去之外 其他的女生 都没有特意地拍 江突然更没有拍进去 果不其然 江城直接发过去之后 一众妹子都没有生气 就连周颖都贴心地 让她不要多喝 想于萧萧和乔音音 更是直接打去江城 说自己 是不是又多了新了姐妹 眼见零点就要到了 江城先是开启了微信零钱 点选了充值功能 分两次直接冲进去了 一千万之后 开始按照顺序 给众余转账 江城 转账1314520 江城 转账1314520 江城 转账1314520 转账14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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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账14520